嗨大家好我是TK 海盜們對我旁邊的船造型有興趣嗎? 那就不要錯過這次的限時活動 深海獵手 有機會可以在下次海盜百貨上架前 就先擁有這套魔命幽靈獵手的船身、船帆、船頭、旗子 我就稍微和大家介紹一下這次的活動吧! 深海獵手是限時活動 可以從官網的活動中心頁面查詢 找到深海獵手按下詳細介紹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活動如何進行 是藉由蒐集鯊魚牙的數量來換取獎勵 這邊可以看到蒐集多少牙齒能夠得到什麼 還有一些簡單的一次性任務來蒐集牙齒 等一下我會告訴海盜們那兩本日記的位置 以及如何找尋燈塔 後面還會有告訴海盜們擊敗哪種巨牙鯊 可以獲得多少牙齒數量 那現在就和海盜們說說兩本日記的位置 還有如何找尋燈塔 在Devil's Bridge找出並閱讀恩伯拉有關貪婪深淵的日記 這本日記位於島的東南側石頭上 是一本叫做海中傳奇的書 第二本在Devil's Bridge找出並閱讀恩伯拉有關貪婪深淵的日記 這本書位於西方的小島正中央上 海盜們會發現恩伯拉的畫像 書就在旁邊了 接下來如何找尋燈塔 可以藉由我常用的工具地圖 左上拉開選單找尋最下面的那個打勾 海盜們就可以看到哪些島有燈塔以及燈塔的位置 我都會將相關網址放在底下說明欄 這次活動只要點一個燈塔就行 如果是我的話 會建議海盜們到Devil's Ridge找日記時可以順便在利諾島上點燈 最後來談談巨牙砂的行為 巨牙砂會因為海盜們的船太靠近島而遊走 所以如果聽到遭遇巨牙砂的音樂 又剛好快靠近島嶼時 將船下毛比較好 如果巨牙砂遊走了 可以試著往回開 看能不能再遇到 以上就是這次現實活動的介紹 可惜無法將這次活動的造型給海盜們看 我運氣太差 只要內心想遇巨牙砂就會遇不到 希望各位海盜們都能在期限內 順利取得造型 也祝各位能夠遇到船頭中的魔面幽靈 我是TK 我們下次大海見 掰掰